各位观众听众网友大家好 今天是2018年11月12号星期一 前两天11月9号 中美双方的各自有两位部长 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了一个对话或者会谈 称为外交与国防对话 那么美方出席的是国务卿蓬佩奥和国防部长马迪斯 中方出席的是主管外交事务的国务委员杨洁篪 和国防部长魏奉和 双方会谈了一天 在中方的报道中说是建设性的 美方是做了一些客观的情况的介绍 那么据各方信息汇总 这个会谈双方在一些方面有共识 很多方面有分歧 大概是三项共识三项分歧 在共识方面会谈的话题中 有关朝核问题伊朗核问题 这方面双方似乎分歧不大 中方愿意配合美国的立场 在贸易上 中方暗示会做重大让步 杨洁篪说在月底举新的美中首脑会谈 一定会取得实质性的成果 就暗示了中方愿意在经贸上让步 但是中方坚持在另外三个话题上不让步 一个是台海问题 一个是南海问题 再一个是新疆问题 所谓南海问题 杨洁篪表达说 说南海的中国的中共的军事化 是防卫性的 针对外部的威胁 然后说是保障了航行自由 这个说法是英国倒置 本末倒置 因为军事化是中国方面挑起的 所谓威胁是中共带给周边国家的威胁 而不是有什么其他外部威胁 关于台湾问题 杨洁篪说 台湾问题是中共的所谓核心问题 非常敏感 又强调了什么一中原则 或者是三个公报等等 那么美方强调是一个中国的政策 跟中方的表述有所不同 还有一个问题是新疆问题 就是国际社会整个的关心 中共在新疆 把新疆变成大监狱 把一百多万维吾尔人关进集中营 这是一个重大的国际问题 但杨洁篪的回答轻描淡写 说那是中国的内政不容外国干涉 如果说这是中国的内政的话 那么当年希特勒纳粹德国 迫害600万犹太人 让600万犹太人关进集中营并致死 那么这就是德国的内政 再说前些年 柬埔寨共产党就是红色高棉 屠杀柬埔寨人口四分之一 当时柬埔寨的人口是900万 屠杀了170万柬埔寨人 那么那是他的内政问题吗 后来受到了国际审判 包括德国战败后 迫害犹太人的问题 战争清理问题 都受到了国际法庭的审判 红色高棉也受到了联合国 特色与金边的国际法庭的审判 而红色高棉的领导人 都被判处 长度不等的图刑 包括无期图刑 中共说对新疆维吾尔人的迫害是内政 这完全说不过去 这个是一个蓝色的星球 这是一个地球村 人类70亿都是大家庭中的成员 如果中共认为迫害中国人民 迫害西藏人民 迫害维吾尔人 就是内政的话 还有迫害各种宗教信仰 包括基督徒 法轮功等等 如果都是内政的话 那北朝鲜的竞争更有理由 他在把这个北朝鲜大规模的设置脑改营 迫害他的本国人民 实际上北朝鲜这些反人权的罪行 在联合国受到了多次决议的谴责 包括联合国的人权大会通过的各项决议 甚至是建议把金正恩送交国际法庭 所以中共的狡辩 是跟纳粹德国 柬埔寨红色高棉 或者是北朝鲜金正恩政权的狡辩 入出一辙 那么在这次会访中 杨洁篪反复强调了一个立场 就是要求美国承认中国的发展模式 所谓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其实他重复的就是习近平前段时间表达了一个要点 前几天习近平在北京又会见了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 而国家副主席王岐山则两次会见基辛格 在一个星期以内 先是在新加坡见面 后来又在北京见面 结果习近平跟基辛格反复表达了一个观点 他说美方应该尊重中方自己选择的发展道路的权利和合理权益 就尊重多方所选择的发展道路 这个美方指的是什么 中方指的是什么 美方绝对不指美国政府 因为美国政府是选举的 美方包括了美国的政府 经选举的政府 选举的国会 还有自由的媒体 新闻媒体 还有独立的司法 还有美国人民 有投票权的美国人民 这就叫美方 而他所谓的中方是什么 中方是中国共产党 中共当局 甚至就是中共执政的那一小撮人 跟13亿人毫无关系 把13亿人排除在外 而所有的媒体 报纸 政党等等 都被他们垄断 军队 司法 新闻都被垄断 所以在这里谈 美方要尊重中方的选择的发展道路 什么合法合理权益的时候 说的是美方要尊重中共所选择的合理道路 这形成了两个悖论 一个是不对称的中方和美方 美方指的是整个美国国家和人民 而中方指的是共产党统治集团腐败集团 要求美国整个的美国或者国际社会来尊重中共 所制定的所谓中国特殊社会主义道路 就是一党专政的道路 这是一个悖论 另外一个悖论就是在中国内部 既然习近平 我说过要求美方尊重中方的选择的道路 那么请美国的回答很简单 就要求中共当局 中国政府尊重中国人民的不同选择 开放舆论 开放媒体 司法独立 让中国人民做出自己的选择 或者让中国人民恢复他们的投票权 用选票做出他们的选择 让中国共产党首先要尊重中国人民对道路的不同选择 那么美方才谈得上对中方的尊重 因为美方对中方的尊重是指整个中国13亿人 人民民主和国家 而不仅仅是对中国共产党的尊重 所以中国共产党想把他的一党专政的意志强加于中国人民 现在又想强加于美国和世界人民 我想这种会谈不会有成果 所以中共各方面的暗示 包括杨洁篪和其他官员的暗示 说如果美国跟中国打贸易战倒也罢了 如果美国报的是要改变中国的政治制度 企图让中国共产党倒台 那中国共产党就不干 绝对不干 这是他们的底线 因此在这次会谈中可以说是暴露无遗 至于会谈的气氛如何 是不是建设性的 我想美国的官员都保持了相当的微笑和礼貌 杨洁篪作为一个酒精外交场面的这么一个外交官 也保持了一定的微笑 但是中共的国防部长魏凤和表情严肃 甚至可以说得上凶神恶煞 一直瞪着眼睛 苦着一张脸 好像是别人欠了他的骨子 借了他的骨子 还了他的康似的那么一副表情 事实上这是我联想到 中共的这些军头 包括前军委副主席徐才厚和郭伯雄访问美国的情景 以及原来的总参谋长黄峰辉访问美国的这种威风的态势 所有这些军头现在都去了 上将也好 军头也好 军委副主席也好 总参谋长也好 都去了秦城监狱打发他们的余生 所以这个国防部长魏凤和 恐怕将来的结局也差不多 要去秦城监狱打发余生 因为魏凤和这个表情有可能是心虚 那就是前段时间 美国政府指名道姓的制裁中共的上将 市总部的总装备部的部长 之后中共是惊慌失措 那么这些军头都跟那个总装备部长 可能有类似的问题 贪腐问题 或者财产加速在国外的问题 所以魏凤和这种过于严肃 不够言笑 瞪着眼睛 甚至凶神高杀的表情 可能反映了内心的一种虚弱和惊慌恐慌 不知道哪一天要么是美国政府指名道姓的制裁他 要么是党内的中共内部的权力斗争 最后让他锒铛入狱 所以让他显示出一种内外不安惊慌失措的一个表情 最后就用有些人惊慌失措凶神恶煞来表示 所以魏凤和的脸上就写着这些信息 在十一月十一号 刚才说美中对话之后 十一月十一号在法国巴黎 有一场重大的国际大事大的场面 那就是纪念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一百周年 停战日纪念 第一次世界大战是1914年到1918年 结束是在十一月十一号 当时以德国向法国求和投降为结束 所以这一次在法国巴黎举行百周年的纪念活动 这个纪念活动出席的除了西方主要国家的领导人 实际上世界有70个国家领导人出席 除了西方的像英国 法国 德国 还包括美国 还邀请了俄罗斯 俄罗斯总统普京也出席 而且在借这一次这个纪念活动 美国总统川普跟俄罗斯总统普京也举行了会谈 算是美国关系解冻了又一步 70个国家的领导人出席 但是中国缺席了 这是非常一个非常不同寻常的讯号 实际上中国究竟跟第一次世界大战有没有关系的 其实有关系 一战的时候中国处于中华民国阶段 是北洋政府时期 当时执政的是段祺瑞 那么段祺瑞的北洋政府 中华民国政府在1917年宣布 首先宣布跟德国断交 然后宣布对德国宣战 宣战也就站在了德国和奥匈帝国的对立面的一方 就是协约国这一边 就是英国 法国 美国 当然这一方还有当时罗国在这一边 还有日本也在这一边等等 那么中国可以说是宣战国 后来也没有派出军人 但是派出了劳工做后勤服务 派出了一共向西线战场派出了14万人 中国人劳工做后勤 向东线战场就是俄罗斯跟奥匈帝国的前线派出了20万人 总共派出了34万的中国人到战场去参加协约国 对德国和奥匈帝国那一方叫同盟国 当时叫构成的这么一个第一次世界大战 说战争结束之后 尽管中国不是主要角色 但是被划定为战胜国 也就是说第一次世界来中国是参与过 而且是战胜国 在理论上如此 那么纪念一战一百周年 按道理中国作为一个大国 现在经济产值第二号 军事实力也几乎恐怕是排二或者排三 在这样的情况下 中国的出席应该是理所当然 但是法国举行这个活动 并没有要求要请中国领导人 如果说我们反过来想 如果今天中国是一个民主大国 是民主中国 它像西方的和世界上大多数国家一样 经过选举产生的政府 不管是政府还是国会 都是选举的 还有多党竞争 有新闻自由 有司法独立 是一个完整的文明国家 那么我想他肯定会得到邀请 作为经济产值第二大 作为这个军事实力 也排前几名的这样一个大国 这个人口 第一 幅延辽阔 这么一个大国 不可能缺席 第一次设加大战 一百周年的纪念活动 但是 现在的中国缺席了 是释放出一个信号 那就是西方整体的厌恶 厌中情绪 反中情绪 这个围堵的情绪 但我说的这个中是中共 是中共所代表的所谓中国 红色中国 所以这就是一个强大的注脚 在中国的环球时报上有一个报道 非常有趣 说美国总统特朗普 看见一个人来了 就露出了开心的微笑 谁呢 说他看见俄国总统普京一出现 他就笑得很灿烂 普京脸上 然后跟俄国总统普京 亲切握手 微笑的打招呼 普京也是满脸微笑 所以这种美国关系的这种发展 让中共很不自在 说这是一个有趣的一幕 那么接下来呢 在11月11号 还有一个事情 那就是中国的在珠海举行的 中国航天航空博览会落幕 这个博览会是两年一度 这个落幕之后呢 说中方宣称他的成果是 由这个达成402项的交易 卖出了 这个被外国各方订购的183架飞机 中共所展示的飞机183架被订购 所以这是一个成果 但是外界 尤其俄罗斯的媒体 和其他国家的媒体 评价的主要结果就是 中共的每一次航空航天博览会 在珠海的航空展 结束之后 都给人的感觉 都是一个抄袭剽窃盗版的大展览 除了这个航空博览会 在11月6号开幕 当天俄罗斯的原子设计局的总经理间总工程师 就非常愤怒和激动的指出 中共抄袭他们的 中国方面抄袭了他们的这个设计方案 那就是这个 C2929 宽体科技 抄袭了他们的方案 感到非常的愤怒 那么在 9号这一天 俄罗斯的塔斯社 塔斯发表长篇通讯 题目叫 勉强构上第五代 在全面抄袭俄国先进技术之后 达到了第五代 将中国的歼20隐形战斗机 因为在这一天 在这个博览会中 中国的歼20隐形战斗机 号称最先进 做了这个飞行表演 有三架歼20 这个飞机做了飞行表演 这个表演结束之后 俄罗斯的媒体都沸腾了 这个塔斯社做了长篇报道 所以这个是整个的抄袭 主要是抄袭俄国的这个技术 俄国的米格苏这种系列的这个战机 另外也部分的抄袭了美国的F-22 F-35战斗机的这种设计或者性能 后抄袭美国 应该说是通过间谍活动网络 这个窃密 而抄袭俄罗斯是通过这个合作的时候 趁机抄袭盗版剽窃 所以俄罗斯在这方面做了大量的检举 说中国是这个勉强达到了第五代 通过全面抄袭俄国的先进技术 勉强达到第五代 但是说并不合格 而且中共在去年 2017年5月就宣布 说这个歼20这个战斗机 引擎战斗机 使用的发动机将是中国自己制造的 叫俄美 取名叫俄美号 俄美型这种设计 发动机 但是今年这些是非的 歼20 这个战斗机升空之后 俄罗斯方面发现仍然是用了俄罗斯的设计 俄罗斯的设计大概叫做 怎么 AT-31这一类 大概有这么个称呼 这个发动机 那么中方的解释说 中方设计的俄美发动机到现在为止性能不稳定 不安全 所以仍然使用了俄罗斯的发动机 那么如果你是通过购买使用了俄罗斯的发动机 当然是没有问题 但是这个飞机的主要的一些其他方面是抄袭俄罗斯的这个版本 抄袭是不是就是代表中国的这个进步 这个成果展示的是中共通过抄袭盗版剽窃的成果 是一种非常特别的成果 但是俄罗斯的这个航空俱乐部的名誉主席 以前是一个模范的就被评为英雄的这个是非元 有一位他发表了言论 他发表了高论 他说 他说中国通过抄袭好像获得了进步 但是他说我要说 他们获得了只不过数量多的战斗机 但是他们数量多了 但是更加落后了 他因为我们俄罗斯并没有把最好的设计交给他们 也就是说俄罗斯在跟中国合作中 他暗示留了一手 说俄罗斯最先进的设计 中共并没有掌握 所以你抄袭是抄袭了 抄袭了一些次要的或者落后的过时的一些技术 但是俄罗斯真正的先进的技术 或者说是优越的这种技术 并没有被中共所掌握 就暗示了俄罗斯在留了一手 这是航空俱乐部的民运主席所做的一个暗示 当然代表他的一家之言 也就是说俄罗斯有所保留 大概说中共是抄了大量的东西 但是他的意思说 最先进的部分还没有抄到 所以在讽刺中共越抄袭越落后 表面上进步了 总的说来 因为还包括日本《产经新闻》的一个报道 最先的报道说 中国的这个号称彩虹漆的无人机 实际上是抄袭了美国的一个叫X47B 这么一个试验机 所以整个珠海航空展 中国两年一度的航空航天博览会 就在抄袭盗版剽窃的疑云 阴云和指责声中落幕 所以这也算是成果吧 这是中国特色的成果 抄袭剽窃盗版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中国特色的军事和科技成果 好 我今天就暂时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收看 再见